女人只是按下录像机的倒带键 时间就开始飞速倒流 周围所有的事物也在倒退之中 直到回到女人拿着相机时 女人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 这天是女人送儿子上大学的第一天 小黑今天很高兴 还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录像 可是随后车后传来了警笛声 小黑便把车停在路旁接受检查 一个白人警察走向前 女人赶紧解释自己今天送儿子上学 然而警察却问车里是否有武器 小黑虽然很生气 但是强压怒火说自己只是去上学 这时警察发现正在录像的录像机 他想要钻进车内抢夺录像机 在抢夺过程中 女人无意中按中了倒带键 时间开始飞快地倒流 回到老儿子拿着录像机拍摄时 女人问儿子警察在哪 儿子一脸不解 他以为母亲身体不适 于是他将车停在路旁 可是那辆警车很快出现在车后 小黑急忙跑向母亲身旁 就在小黑问母亲要不要去医院时 警察却对小黑说 小黑的车轮还在高速路上 让小黑赶紧将车移走 小黑正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 警察还是坚持先处理车辆问题 小黑顿时恼羞成怒 他愤怒地走向警察 没想到警察立即掏出了电击枪 女人见状担心儿子安危 他再次按下了倒带键 时间再次倒流 等女人再次清醒时 他已经回到了餐馆里 这个母亲猜对了这期的彩票号码 只为了让儿子常回家看看自己 儿子一脸的不可置信 母亲竟拥有如此的能力 那以后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殊不知女人拥有一台神奇的录像机 她拥有让时光倒流的能力 然而他们却被一个白人警察盯上了 就在刚刚 警察对儿子拿出电击枪 女人用录像机倒转时空 回到了餐馆里 警察正在吃饭 女人赶紧带着儿子离开餐馆 这次女人选择了自己开车 为了避开警察 她准备今天不送儿子去学校 先带着儿子到旅馆过夜 可是警察再次找上门来 她要查看两人的身份证明 说有人举报这里制造噪音扰明 然而小黑年轻气盛 上前就要跟警察理论 两人发生争执打了起来 女人再次按下了盗带键 时间再次回到了餐馆里 这次女人选择了主动面对 她主动找到了警察 向对方说明了自己的来历 还请她吃了苹果派 两人交谈了许久 本以为这次可以打消警察的戒心 然而就在她离开时 女人想要带着儿子立马离开 可是警察也跟了上来 她向女人要求查看行驶证 证明这辆车是属于他们的 对于警察三番两次找他们的麻烦 女人非常的生气 小黑见母亲和警察争论起来 她赶紧回车上拿手机 说手机上有照片证明 就在小黑拿着手机冲过来时 警察当跑了一名黑人 只因为她拿着手机冲向他 然而母亲并不是特别伤心 只见她按下手中的录像机 时间开始飞快地倒流 他们再次回到了餐馆 这次回去的时间比较早 白人警察还没来到餐馆 女人收拾东西叫儿子赶紧离开 可是刚到门口 再次遇见了那个警察 可是两人慌里慌张离开的样子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女人在车上忍不住哭了出来 小黑本以为是自己去上学 母亲才会这样 直到母亲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 小黑拿着录像机沉默不语 时光倒流的这种事情很难让人相信 但是她还是更换了另一条路 这次白人警察并没有出现 他们来到了小黑舅舅家 女人将录像机的事情告诉了哥哥 舅舅知道来龙去脉后 带着他们来到一条小路 然后顺着一条下水道 来到了小黑的学校 就在三人准备踏入学校时 身后响起了警笛声 那个白人警察又来了 他大喊着叫三人停下来 原本女人想要带着儿子进入学校 可是警察直接掏出了手枪 舅舅立即挡在了前面 女人也挡在了警察前面 没人能阻挡儿子进入学校 可随后警察的增援来了 他们纷纷举起了手枪 为了保护儿子 女人举起了手中的录像机 身后的围观群众也纷纷举起手机录像 最终警察们自知理亏 纷纷上车离开了这里 小黑终于可以踏入了校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一味地退缩忍让 有时候要勇敢地面对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